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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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说一定要议论这个问题呢 我们自己一定要保持一个头脑的清醒 首先要知道 万亿美元换台湾 这个其实对美国当前的美债起不了多大的作用 大家都知道中国现在拥有的美债是8400多亿美元 而美国的美债现在大家知道是多少吗? 30多万亿 32万亿多 就是说你把所有的美债都不要了 那对美国的美债危机也起不了多大的作用 所以美国对中国放弃所有的美债 但这个期望它本身就不是太高的 不要误解了 这是一个 第二个 对中国来讲 原则问题是不能动摇的 万亿美元就换成台湾 美国不管了 本身可能就不大 但它还有一个更严重的后果 就是说中国在原则问题上是可以动摇的 那么主权问题 那是可以用经济利益来交换的 那就不能成为一个中国的原则了 如果你在这个原则问题上动摇 那意味着中国和其他国家的所有的主权问题 都可以用经济利益来交换 那你中国在联合国在国际社会 一直坚称的这个一个中国原则 你是不是不再坚称了呢? 因为经济利益它可以来用交换的 所以对中国来讲 主权利益是不能用经济利益来交换的 这是中国几十年来一直坚持的我们国家的国策 任何时候都没有出现 第三 不要把美国这些政客们想象的头脑太简单了 这你可以从美国国会两党 他们高度一致的反华的立场和态度就可以看出来 美国拿台湾制约中国 那是为了经济利益吗? 那不是啊 美国就是要准备把中国搞死了 阻断中国举起的进程 甚至让中国崩溃 那才是最高兴的 这个东西是美国得到万亿美元之后 它就能放弃的吗? 那是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对于这次消息呢 我觉得这是一个坊间的一个笑料而已 千万不能把它当真 一个信息不能把它当真 第二个 对这种交换方法我们绝对不能接受 美国放弃台湾可以 但是这个成本不应该由中国大陆来完全承担 因为他本身美国用台湾制约中国的时候 他自己就承担很大的成本 我们中国为什么要先让步呢? 而且解决台湾问题最终是要台海两岸来解决 美国是第三方案 如果台海两岸双方有意愿能够解决的话呢 那一切经济问题我愿意让给台湾 也不能让给美国啊 对不对? 所以对万一美债换台湾这个事情 美国可能有少数人是这样想的 但我们的底线绝对不能放在这个地方 台湾本来就是我们中国的 凭什么美国想拿中国的东西再卖中国一遍 所以美国这个想法有点过于天真了 台湾问题是我们中国历史的一个一流问题 它跟美国其实是没关系的 美国插手中国问题就是干涉中国内政 我们还要花钱求着他不干涉内政 这个我们跟当年的满清政府还有什么区别呢? 所以台湾问题的解决一定只能是大陆和台湾之间的解决 不论是和平统一还是武力统一 都跟美国没有关系 美国如果要伸手的话 到时候免不了要跟中国大陆要较量一番 当年我们在清朝政府的时候 我们赔款四万万两白银 后来得到了什么? 得到的还是半殖民地 半封建的社会 还是被西方这些列强欺负的这么一个状态 所以历史的教训早已经告诉我们 这部局是走不通的 好 那关于这个美国的卖台论 今天我们先聊到这儿 那未来台海局势还有什么新的变化? 我们还跟大家继续分享 好 本期节目先讲到这儿 欢迎大家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